跟梅門李師傅的結緣啊 事實上來講 在還沒有見到他本人 我就從電視上 看到他在指導平甩工 後來再看了他的書啊 那發現到 他呢是方方面面 把這個大自然的這種道啊 再去做 對他們弟子的一種指導 還有一種傳播 然後呢 希望能夠對社會呢 發揮這種遺風遺暑 跟以及對社會呢 利益眾生的這樣一種行為 所以我真的是對他的精神 是非常驚訝的 我印象當中是在幾年前 跟李師傅呢 是在Bella Vita的這個地下室 一個我們美門的實踐堂的餐廳 那一次是第一次見面 他呢是很有創意 很有思想 那同時 他是心口如意 言行一致 也就是從他口中所說的 跟我們看到他在 推廣美門的這事情來講 我覺得他有一致性 那這能夠做到一致性 這個是讓我們感到非常佩服的地方 我記得我也曾經問的他 這些可以看到都是在跟這個飲食呢是有關係 那飲食呢是跟健康有密切的關係 他在講吃素的時候 跟我過去聽一般人在講吃素 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注重在營養的吃素 所以因此他在吃素裡面 還是要求必須要營養均衡 美門應當可以再做一些飲食的教育 從一個利益眾生 從維護眾生的健康的角度 讓他變成我們國民普遍認知 當消費者的這方面的一個認知的知識 一提高的時候 慢慢這些比較劣質的類食品 或者是食品 他自然就可以減少 因為錯誤的飲食 而造成健康的影響的不利的 這些人減少了 那當然看病的人也會減少 用藥的人也會減少 那個不是節省我們的健保支出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是政府要去關注 跟美門可以把這個力量結合起來 我覺得甩查 是我這個聽過也看過 也實際親自嘗過 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我不知道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創意啊 他更進一步的是 把這個茶葉 不計人力的成本 把這個平甩工的甩 也帶入到這個茶葉的製作工程當中 你說這不是創意嗎 他們是打從心 心手合一啊 去甩出這個茶 所以這個茶 它就會有不同的能量 它是一種正能量的一種茶飲 所以喝了也非常的順口 然後自然也會感覺到 它呢 對身體的一種幫助 用心去喝這個茶 那個感受就更不同 所以我是覺得 美門真的有必要 把這麼好的東西 讓更多人知道 師父非常了不起 師父非常了不起 他呢是 身教研教 然後來帶領這些弟子 而且呢 他把這些作為 是融入到工作跟生活當中 也就是行柱作物啊 都不理 這一個他所要傳的一個道 他是一種正念 他是一種正向 他是一種無怨無悔 他是一種希望能夠 對更多的人有所幫助 來創造自己本身的價值 所以說他自然 他的一個道德的感召的力量呢 就被這些弟子呢 大家所崇敬 順著師父的這個腳步啊 跟隨師父呢 去推動我們這個美門的這個志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門就是這麼的可貴 雖然他沒有一個教派 但是其實師父的帶領 已經是永遠成為弟子 在自己的這個修行路上當中 一個很清楚的學習的模範很大量 所以我們觀察